当地时间昨天晚上的七点半左右 中国大熊猫星亚和武文乘坐飞机顺利地抵达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在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 荷兰方面为星亚和武文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经过九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 两个小家伙的精神状态还不错 他们在转运箱内踱步 转圈 好奇地打亮着眼前的新环境 这也是中国大熊猫首次踏上风车王国的土地 今年还适逢两国建立大使节外交关系 45周年 这对熊猫来了以后 把我们的庆祝活动可以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相信武文和新亚一定会很快地适应在荷兰的生活 荷兰方面为他们在这个地方的生活 确实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短暂亮相后 两只大熊猫随即乘车前往荷兰中部城市 雷嫩安家落户 为了迎接新娘和武文的到来 人口经由两万的小城雷嫩 已经掀起一股熊猫热 旗帜 点心 帽子 熊猫元素随处可见 商店里的熊猫玩具更是老少通吃 备受青睐 我曾经给我的小孩煮熟 我认识它这么高 我认识它很高 我认识它很高 大家都觉得很高 大家都想要什么 和那些迷惑 青雅和武文将入住当地动物园 专门为他俩新修建的豪华熊猫馆 预计经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后 他们将于五月中旬正式与荷兰公众见面 为了保证大熊猫生活免受干扰 动物园将实行网上订票 每天的参观人数将被限制在一万人以内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